台新新光金庫在合併之後 會變成共存共滅的金庫 為什麼 你存在但是會滅亡 為什麼 你被自己壓死 金庫併購要共存還是共滅 新光基因大股東林博翰 說自己樂當烏鴉 新光集團內部的人 都認為我是一隻大烏鴉 吹哨者 但受患者 因為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我雖然鬼後鬼叫 叫一叫 我們的股價不是上來的 金管會16號吳玉錦駁回中心病 新光金副董事長洪世奇也在發聲 不只要股東力挺新興病 更狠批林博翰 就是造成新光金經營不善的成員 不斷抹黑阻撓新光金改革 還把大家形容成打工仔 根本不值得股東信賴 再三強調新光金維持現狀 就是落伍 對不起 我在新光會是打工仔的同事 我們往前走 但是我們是走向死骨頭 還是走向南海 因為你的合作夥伴的狀況 會影響你的前途 面對台新精英 新光金一再搬出家族DNA 要大家延續無火師的創辦精神 但林博翰形容近親結婚問題更大 有一些家族 非常喜歡表兄妹之間結婚 有同樣DNA也造成了很多的 發展不良的下一代出來 他更搬出數字 要是新興病未來長期獲利 EPS恐怕都低於一塊錢 名列金控後段班 但中信金EPS長期保持兩元以上 即使合併也不會被拖累 中信金也打算再出招 20號董事會將重修收購計畫 強災的果實未必好吃 那我當然還是希望說 我們盡力的促成我們的新興病 搶親大戰要跟時間賽跑 看似戰上風的新興病 10月9號股東臨時會 將是決戰關鍵 近期會許少於家瑋 蔡安慶採訪報報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